你怎么会这样的 因为我的传闻 让商业和法务组的同事们 受累了 抱歉 没关系的 宁总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工作 不过 李浅刚刚跟我说 杰驰那边的反应挺大 连之前聊好的异想 我都拒绝了 这不合理 杰驰的钱总做事情先来谨慎 可以理解 那李浅对此 是不打算放弃吗 这点困难 阻止不了他对工作的坚持 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化解这次的危机 咱们车载智能芯片 原定是两个月后上市 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我认为 可以将大众的注意力 转移到产品本身 其实会对关顶更有利 您的意思是 想将发布会提前 做出这样的决定 也是基于 对于咱们产品本身 已经准备好的信心 年发布的同事 为这个发布会准备了很久 如果不是出了这样的事 我也是希望可以给大家 更多的时间来做准备 我认为可行 外界对关顶的怀疑 可以通过产品来说话 或许经过PR的努力包装 还能获得不错的市场反馈 我这就去跟李浅说 那等一下 我相信李浅一定可以 独立地解决劫持这个事情 但是发布会的事 我不希望她参与 方便知道为什么吗 不但她不能值得 草莓也必须完全不知情 儿子回来了 快吃梨 我刚才吃过了 我就回来拿点东西 一会儿还得回去直播呢 小孩 我爸咋了 听到顾家尽此直播都没骂我 还能为什么呀 就是你姐订婚的事 这事她不都胖好多年了吗 应该高兴啊 你姐一会儿他们回来吃饭 你打听打听 一会儿我姐姐回来 我先走了 躲谁呢 我亲爱的弟弟 小陈来了 妈 妈 坐啊 爸 我们回来了 爸 有事 怎么样 你这几天给自己放几天假吧 外面那些聊言 我会想办法尽快处理的 谁聊言吗 我从小患病这事实 你很清楚 陈铭 我觉得 你真的不用让自己这么紧绷 你可以给自己放点假 让自己放松一下 这么多年了 你总是在自我封闭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一直都在远点 等你来跟我倾诉 好 既然你这么想跟我说 那我不妨就来问问你 你之前说 马浩威胁你 让你协助你 你拒绝了 那之后 你又做了什么 你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身为官邸的法务总监 你既没有告知我 也没有报警 我当时有劝过他 而且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也没有激进的犯罪事实啊 是吗 陈铭 原来你 你一直都是这么误解我的是吗 所以你才会调李浅过来 做助理总裁 封我的权 并购恒心只是为了解决 关顶的困境 这招釜底抽薪 不但解决根本问题 还能够反向操作 让关顶更上一步 这一定要理解 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这点年有目共睹 不是吗 马浩能够得逞 存在很严重公司方面 监管不力的问题 之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追责 是因为线下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很多 但并不代表这个事情 就此过来 过去了 所以你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提醒你 现在正是公司回归正轨的 关键期 希望你我之间 恪守上下级关系 而你应当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好多谢您总的提醒 多谢您总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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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客气啊 您好似您的吃 您好似您的吃 来 来 安安安 早餐 多吃点啊 对 果然是招待女婿就是不一样啊 这一桌菜可以啊 爸 妈 我和顾兰这回订婚呢 确实是有些仓促了 但是这也是我爸的意思 他说了 如果连这么好 这么优秀的儿媳妇都跑了的话 我这条腿啊 可真就跑不住了 女孩子有能力有什么用啊 那还不如嫁得好 李晨啊 我这女儿以后就交给你了 你可得好好待她 爸 您放心 以后顾兰只要说往东 我就不敢往西 然后我们家以后都是她说了算 估计用不了几年啊 我们整个李家都得交给她打理了 那好啊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了之前我们故事 和立荣谈的那个塑料加工厂 注资的事情啊 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 一直没有下落 这事里之前你得帮我一下 回家催你老爸一下 爸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太见外了吧 多做点事啊 是吧 好 来 来 可是 你也知道啊 其实我一直在我爸那儿呢 说了也不算 他这儿也不听我呢 而且现在又有兰兰 他只认兰兰 只要兰兰觉得没问题 这事我立刻去办 行吗 姐 吃肉 乖 你看 一家人怎么说的两家话呢 故事这些年 都是兰兰一手管理的 能有什么问题啊 兰兰是吧 妈 妈 我在的时候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我爸现在要让我带着 自己挣的利润滚出故事 我这么孝顺 怎么可能忟疑您呢 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我要离开故事 爸 你满意吗 你又想干什么 我不仅要自己走 我还要带着我的弟弟一起走 我出来做VC 投的第一件产品就是他 不是 这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一没有约二容易被骗 再说了 照顾傻弟弟 不是我最擅长的吗 还是错案了吧 你想好了再说 妈 我害怕 别怕别怕啊 兰兰 别吓唬你弟弟 爸 您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兰兰他不同意 这事我就很为难了 这夫妻同心 其力断心 是吧 所以您就还是 这这胡闹 世界上最可怕的事 就是一家人齐齐整整 李俊 怎么了 父亲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回事 你还挺淡定的吧 对啊 我在对关鼎做禁止调查的时候 已经知晓这件事了 你知道了 你居然怎么对我知私理题啊 父亲 您不是在商业上 对您承明也挺认可的吗 看咱们这行的 谁还没有几个小毛病啊 进了这行压力这么大 没有毛病也得逼出毛病来 更何况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情绪认知障害 相反 我认为正是这种病 能帮她在商业上 做出冷静的思考和判断 你不要我想这么多 如果是纯为了赚钱 我不管她是神秘病 还是什么别的 但是呢 她她敢接触你小妹 你不觉得这有问题吗 我倒不觉得小妹对这件事 完全不知情 你说什么 父亲 您这么在意小妹 就更应该支持她的想法和感情啊 而且 如果您承明真的有什么情绪 认知障碍的话 她要怎么会对小妹动心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呢 一个没有情绪的成小子 是怎么碍事您的小妹